在今天 上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 国会改革三党共识 104票赞成 那这个资深媒体人就说 民党封起来怎么连自己都反对 民党说 国民党知道现在在省什么吗 国民党说知道啊 我们支持民党的版本啊 民党说国民党黑箱 然后国民党说 支持你们的版本耶 那民党讲 我反对国民党支持我们的版本 那国民党就满头问号嘛 那民党就高喊 民主已死 所以就是出现刚刚波机前面 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 民党自己 自己反对自己提的案啦 所以是怎么样 我先反映一下 那个标题我没有泼冷水 哪边 我要抗议 这个标题我没有泼冷水 我是说 我是说他们应该有500人啊 很多啊 是是是 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立刻会改标 你们中间不要误导我的意思好吗 是的是的 你们这样会被NCC关台的 已经关台了 不好意思 马上改标 所以林涛 对 怎么看目前这个 立法院的 现在我们刚刚的线上投票 很多民众选的 就是说民党现在已经是昏头了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为了抗议而抗议 就抗议到自己版本 对基本上我们看到今天啊 国民党打了一个好的胜仗 为什么夜早上发了一个假的假洞 让大家以为是9点才要开始文攻武斗 对不对 不是 我们的委员从1点到5点 各自就有在这边议场已经设好一个战线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今天可以在整个议场上 让这个韩国医院长顺利的开始再做一个表决 就是整个战略奏效 而且基本上更厉害的 是在立法院行使这个立法院行使法的第二车23条 国民党说好嘛 你要杯葛啊 那我就冲我的案 我支持民党总可以吗 他说呃 他们就恍神 就说这是假的 你们支持我的案 那他也不能测案 因为测案他们就黑箱嘛 所以这整个逻辑上把民党锁起来 锁住 完全锁得不能自己 所以你看沈柏洋在现场说 你们都不懂提案 真的不懂整个的流程 国民党说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在干嘛 所以他就傻眼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整个的过程中今天国民党 让这个上礼拜的这个国情报告 到现在的藐视国会权 具体的过 这就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嘛 所以我看到这个民进党委员 早上市长拍黑白照片 然后卢商拷笔 你们赖清德520不是才就职吗 现在怎么就出赖清德眉头呢 我真的是觉得三条线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 整体的民进党在这个国会里面 是完全被老科绑架 而且绑了死死的 赖清德也很尴尬 到底现在要听赖清德 还是听这个老科的 如果国会继续这样子杯葛下去 民进党自己要做这种交土战术的话 伤到是谁 伤到的是民进党执政团队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国国会 这个众议员都已经出手了 这死命师 对不对 都已经出手说 你们不要再闹了 赖清德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你们要管好民进党这些激进分子在立法院搞破坏 这些国会的法案本来就是监督跟制衡的一个部分 过去民进党自己不是也有提这个相关的法案吗 2016年蔡英文不是有提这个听证调查相关的制度吗 所以我觉得连美国都出手 看不下去你到底在闹什么 你闹成这样子不好看 结果我刚才看到民进党刚才的明代回应什么 这个众议员等一下他们就会出来澄清了 民进党压霸这种绿营这种伟大的党 竟然还要管到美国人这个众议员要讲什么跟不能讲什么 低估别人智慧根本就闹国际笑话 所以现在美国是晚上嘛 现在晚上 然后现在众议员这个整个的团队上听说 一直受到民进党高度的施压 你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回应 人家晚上你要叫人家回应什么 而且人家他还讲说什么 他在做这种评论是未获知完成的完整的资讯 你低估一个众议员耶 你低估一个美国国会大咖耶 他是友台小组 他跟萧美廷超级好的啦 赶快叫萧美廷打理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荒腔走板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刚才我要补充一下 基本上刚才来宾 就上一段来宾的说法 我只保留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整个的立院的节奏 上礼拜六懒人包 整个政坛第一个出的是 国民党文传会的新闭礼部 讲得很完整啦 非常完整 今天521民进台跟进 而且模板一模一样 那民进党就丢脸嘛 吴正在干嘛 只会开直播 完全没有论述的能力 第一个 为什么都看不到 对啊 我也没看 没有 我跟你讲 我连同温层都看不到 因为基本上我去看 我等一下可以看一张图是什么 是李博裕去上友台的节目 手上拿的手板全部都是国民党中央做的图卡 所以基本上你去看各台 全部都是国民党的图卡 从头都没有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现在 蓝白是站在同一个基调 希望国会的改革过关 在这过程中 我们不可能来做 又往内部的监督 但是全部对着民党去啊 民党那么夸张压霸 然后带风向用假讯息 说真的 举例来讲 花东这两兆 诶 那个图卡第一时间就出 两兆的前瞻 前瞻的白案 本来就是前面是国会改革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我不是要检讨你 我是说那可不可以你请所有的国民党立委一起转发 波基哥提到非常重点了 我们在产出这么多的图卡 这些立委如果自己很忙没办法产出图卡 转发 拜托转发 有可能都看不到啊 到底有谁转发了嘛 党团跟立委拜托每一个人转发 那像是我们 我们任何的 你看这上节目很多人用哪个图卡 就是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就是说 党团的委员自己在针对 这些内容也要积极的作战嘛 你看到现在立法院在外面 或是这些民进党车役 全部都是他们的委员做的 他们党装无真私能啦 无真完全没功能啦 他直播完全没功能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 今天已经取得第一个战果 现在民进党发现不是苗伯雅吗 对就是苗伯雅嘛 很尴尬嘛 那阿苗后来就发现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错误百出嘛 你们全部都翻车嘛 全用假讯息嘛 我说真的 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 其实大家一直针对这个民进党 就是会针对整个的这种台海局 就是说啊好多假讯假讯息 我说真的 这件事情苗伯雅的内容 就证实假讯息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民进党中央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确实赞同一个角度 就是说这些图卡或这些洗清假讯息的资讯 其实可以更多更快 但是目前的图卡的产量 我认为是足够的 所以重点就是通路要出去 这些委员拜托所有的社群平台狂发 我最近看到这个IG跟睡上面 睡不用讲 睡是绿化嘛 就很多这种民进党的言论在里面 IG 脸书 狂发 我认为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早上 我也必须要补充 韩国瑜院长真的很强啦 他直接问说 那要不要主案表决 主案讨论 国民党说好 民众长说好 民进党好 鬼叫 在旁边鬼叫 就完全没有功能嘛 然后说 诶好 那我们要党团协商 诶不行不行 我要直播调到协商 一大堆前提就是 不愿意来做一个整个的 国会改革方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老柯 这个最后下什么结论 你们就是台湾变香港啦 你们就是习近平啦 你们就丢脸嘛 如酸拷皮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现在 大家整军作战 白银他自己要办什么游行 OK 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基调 我觉得一起作战就对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焦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 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焦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用Ve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痰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